欢迎收看专业社全球视野 我是吴亦林 温馨小品定制幸福滋味 故事围绕一间在伦敦的烘焙店 怀着开店梦想的甜点主厨 因为意外离开人世 他的女儿为了实现母亲的愿望 因而有了开店的梦想 只为了复刻已是至亲的幸福滋味 另外国片海悟由影星王阳明 郑仁硕及柯家燕主演 打造华语圈首部海上惊悚电影 描述远洋渔船上接连发生怪事 多名船员离奇身亡 幸存下来的人只能全力抵抗 神秘的死亡威胁 国片海悟打造台湾影史首部海上惊悚灾难片 取材自远航船员口耳相传的恐怖事件 剧情描述多年前从海难中幸存的男主角 克服阴影登上渔船工作 某天船员救下了意外落海的女子 离奇的怪事也接连发生 船员一个个失踪死亡 受困船上的众人在各种怀疑与心理恐惧中 面临暴风雨的考验与水底不明生物的威胁 英国温馨小品定制幸福滋味 透过甜点将人与人的心紧细在一起 一位怀着开店梦的甜点主厨意外离世 为了实现她的愿望 她的女儿 母亲以及闺蜜好友 决定一起把烘焙店经营起来 在开店的过程中 他们经历种种考验 把对已逝至今的爱与思念 打造人生的幸福滋味 曾荣获1998年柏林影展金雄奖的电影 中央车站经典重映 故事以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中央车站为背景 描述在车站提人写信的老妇人 为一对母子写信给孩子从未谋面的父亲 但男孩的母亲随后却意外身亡 留下孤苦无依的男孩在街头流浪 老妇人因此决定带着她 踏上找寻父亲的旅程 电影藉由小人物的生命故事 反映巴西人民的困苦生活 1986年史诗剧作 《我教会》睽違34年重返大荧幕 电影集结奥斯卡双影帝 劳伯迪尼洛杰瑞米艾朗 与莲安尼逊演出 配乐由意大利配乐大师莫利柯内操刀 描述18世纪天主教耶稣会赴南美传教 赶化当地土著 保护家园不惜与殖民者一战 电影写实刻画18世纪 南美在欧洲列强殖民下的政治与宗教 庄社综合报道 台湾抗议成效卓著 受到国际瞩目 法国参议院特别邀请 我国驻法国代表吴志忠 出席调查委员会听证会 分享台湾防疫经验 这是我国驻外使节 首次出席驻在国国会调查委员会听证 别具历史意义 参议院从来没有正式邀请过 台湾的代表或台湾的大使 来去参加公听会 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 法国跟台湾的关系 正在明显的改善当中 吴志忠在公听会上 简洁浓缩分享台湾防疫策略 包括2003年台湾对抗SARS的经验 这次疫情发生时迅速向世界卫生组织 提出立即警告 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 高效率 透明度 以及政府提高口罩产能 佩戴口罩措施的面向 法国在台协会主任公孙梦 也同时强调 台湾超前部署 人民和政府间的互信 是防疫最重要的两大元素 经验可以分享 因为国跟国之间的模式 是不能互相copy的 但是怎么样防疫 因为病菌是没有国界的 可以怎么样从中间学到经验 我觉得这不只是台法之间的共同利益 而且是整个人类 整个人类的一个利益所在 曾参与台湾加入世卫联署的 法国参议员德侯徐指出 台湾防疫表现优异 法国应该以台湾为学习榜样 德侯徐也再次重申 全球疫情关乎卫生 国际应该要超越旗舰差异 让台湾参与世卫 中央社记者曾庭轩 巴黎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由台北市政府推动举行的 2020台北Top时装设计大赏 决赛动态展演 日前在华山文化园区举行 十位新锐设计师入围作品 呼应主题各有特色 最终由设计师夏晓晴夺下金奖 他以唤醒Awaken为名创作 用自己的阿嬷为灵感出发 融合现代和复古的元素 让设计更有温度 颇受好评 市长柯文哲也到场颁奖 用行动肯定设计精英们的努力 除了入围作品 由2019年金奖冠军刘益胜 为柯文哲设计的服装 也相当受到嘱咐 他以台北脉动为主轴 采用工装风格 传达出市长总是早出晚归的形象 并透过全白色夹克 象征客问者过去的医生身份 翻转传统工部门文化 主办单位表示 台北好时尚系列活动 今年已迈入第八年 除了鼓励潜力新秀站上舞台 为时尚产业注入新火力 也希望让本土设计师 能够立足台湾 并推升作品乐上国际舞台 装饰实习记者曾鸿瑞 郭斯文 台北报道 会迎接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开幕所举办的 嗨北流演唱会 从下午嗨到晚上 活动分为售票场及户外场演出 户外场由六组艺人轮番登场 晚间售票场则吸引了 约四千名观众一同参与 人气歌手徐佳颖 挺着七月运度率先开场 炒热现场气氛 嗨翻表演厅 演唱了八首歌曲 他表示很幸运 能在开幕时演出 其实有一点感动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是 尤其像我们歌手 就是能够表演的场地 多了一个真正是很大的福祉 而且它是介于 大场地跟小场地的中间 所以等于是我们多了一个 很好的选择 那就想着想着就觉得 哇 自己还满幸运 可以在他开幕的时候 就上登台演出 然后去体验这个舞台 接力登场的魏如轩 也以《你呀你呀》 及《非礼所在》等抒情歌曲 与全场歌迷同乐 短短半小时里 让观众听得如痴如醉 魏如轩是金曲奖入围常客 今年再度入围 最佳国语女歌手 最佳国语专辑等六大奖项 同时她也将担任 颁奖典礼主持人 她坦言最想拿金曲歌后 我觉得我还没有想到 我真的如果拿奖 或者就嘴巴上在那边讲说 好好拿 好好拿 但如果你现在突然问我说 娃娃如果真的给你拿奖 你会怎么样 我还真的不知道 我现在有一点空白 我觉得我先把金曲奖 主持人那个东西 先把它专心地 放在心里的第一位好了 其他的我就顺其自然好了 看看自己幸不幸运咯 担任压轴演出的 苏打绿分身乐团于丁蜜 除了带来小情歌 及我好想你等经典歌曲 还现场与观众进行新歌 沙发里有沙发radio交唱 台下的观众即便戴着口罩 热情丝毫未减 全场气氛掀起高潮 活动最后以余丁蜜的惊喜安扣曲 进未来画下完美句点 也为北流表演厅的开幕 注入音乐能量 中央社实习记者郭斯文 台北报道 911恐攻十九周年 当时美国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 一号楼及二号楼 遭恐怖分子驾驶的客机冲撞倒塌 其余五座建筑物也受证而坍塌损毁 甚至连美国五角大厦也遭到攻击 这起事件是美国本土最严重的恐攻行动 罹难者高达近三千人 受到疫情影响 今年悼念活动规模缩小 以降低传染风险 美国总统川普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都将出席悼念活动 这也是两人确定参选后 首度出席同一场合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和装饰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吴依林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